从整个晚上的BP来看的话 输出KSG都是碾牙AG的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KSG在面对AG的时候 人家做足了功课 第一局针对了轩缆 第二局针对了中益 到第三局的时候 还是KSG占优势 张飞和哪吒的两大开团点 几乎就已经无敌了 有这个哪吒在 一诺的割牙根本没法活 张飞更是完美的化解了猫咪的雷 KSG昨天晚上有两个英雄出的 特别让人意想不到 一个是猪八戒 另一个就是哪吒 人家的花样确实多 而AG非常被动 轩缆三半幅用完了呀 被迫选了个关羽 他其实想选亚连的 但亚连又没办法切敖影 综艺也很麻烦 这个阵容是一个色合的体系 他需要坦边来打野 可前面的向后盾已经用掉了 不过没有赢下来 而凯达也已经被搬了 我们因为这局可能会出个连波 虽然连波确实不强 但他直接补了一手老虎 老虎其实也不好用 他是没办法出的 第三局的BP AG出现了一个英雄词不够的问题 难以想象吧 一个S组第一的队伍才打第三局 英雄词就已经不够用了 之所以不够用 那是因为人家对面的BP 做的就是比你好 这局比赛 我们来到轩缆的第一视角 来看一下他的发挥吧 一级到线上的时候 先抢河道事业 但对面有张飞在 进肯定是不好进 所以老虎退后球技是 他干脆反个小野就出来 然后轩缆抢线 这波抢线思路挺好的 走过去 千步枪技能 把三个小兵都推到一起 下一波操作 他的一技能先打人 再顶兵线 反打的情况 因为他已经把兵线给拉远了嘛 喜欢玩关羽的小伙伴 一定要多注意自己抢线的技巧 随后再配合老虎拿刺甲 没有问题 不举做的很好 拿完刺甲后 再拿河道之灵 老虎没惩戒的 狂铁想要抢 所以关羽交技能去打狂铁 他的目的是帮老虎拿河蟹 可接下来马腿被断 急跑还没了 这一下搞完 轩缆又要被压制 血量上已经差了太多 轩缆他的发挥 比起KSG的轻语来说 在昨天晚上 轩缆要差了不少 接下来是一波世界的团战 A级的开团思路 让我非常不解 关羽大招交给狂铁 可第二道没有批中啊 被狂铁开出大招 然后哪吒飞大招 A级全部残血 这里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第一个原因 轩缆的急跑在前面交掉了 有急跑的关羽 和没急跑的关羽 在打团差别太大 第二 操作上也差了点意思 然后就是阵容上 为什么我会说哪吒选的好呢 因为他们知道 一般的英雄转线和运营 都拼不过老虎 所以KSG 他选了一个永远都可以 打后手进场的哪吒 A级可以先打团 但开完团后 他甩不掉哪吒这个点 容易被收割 然后下一波来了 我非常的无语 没有大招的关羽 面对狂铁 他能干嘛呢 他和超级兵有什么区别 增机下来了 轩缆修到了机会 开急跑 一刀劈过去 这一刀劈的很漂亮 可增机有闪现 神增机的一技能有辉跃效果 老虎不敢打了 为什么我会觉得 这波团很无语 如果轩缆有大招 那么A级这波团战 就会打得很漂亮 上一波是有大招 没机跑 这一波是有机跑 没大招 这就让人很无语 团战前 你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 细节处理的太差 残缺的老虎被哪吒收掉 人家阵容确实好打 永远都有后手收割的机会 团战打了个一换二 血亏 上路一懦子里也很惨 被张飞大招给拆火了 我给大家放下 全局视角的素材 这一波打完 A级上下两路全部裂开 因为越到后面 A级会越打不过速度KSG 本来你就是猫咪加老虎的阵容 想打一个前期入侵的节奏 但你前期都打不过 拖到后面 人家对面有魔女 而且哪吒现在还没有针对英诺呢 他们打团都还没开始锁你 如果一旦拖后期 英诺的戈亚 会更加找不到输出的机会 局面越来越被动了 KSG开暴军 A级就反小野 他连buff都不敢反 只敢反小的 可还是被狂铁追上 其实可以撤退的 但A级心里可能有点窝火 就反打了一下 可只要一反打 就发现一件事情 根本打不过 人家有个哪吒 边上有个神针机 终于的老虎扑出去的一瞬间就后悔了 老虎虽然没死 但是状态没了呀 你的红区马上刷新了 那怎么办呢 牛魔想要过来防守红区 可守不住 可以说 KSG后续的一系列的团战因素 都是A级自己没有开好的缘故 无论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 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打好 导致被人家KSG反打 就这样一直耗着 轩懒总算蹲到了一波闹后的机会 大招击跑都在 杀一个真机 有如探狼取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阵容 伊诺有多难活 额大大照着要锁下去 狂铁栽根闪现 伊诺瞬间融化 KSG 他后续不需要太多的运营技巧 他就无脑开射手 只需要这样做 他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A级作为一个射合的阵容 大哥位只要阵亡 其他人都得凉凉 没有输出了 比赛时间拖到19分钟 人家都懒得开封爆龙王了 不需要等龙王的buff 只需要正常的打团 A级打不过的 总而言之 这局比赛 A级人员的各个协调上 没有做好 尤其是中意和轩懒的配合 可以说 这两个人几乎没有什么配合 希望后续可以好好调整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